字幕提供 我們剩下最後一個小時 頭髮 因為我們腳有速度會比較快 中文字幕——YK 我们剩下这个最后一个小时 我们很快介绍一下光通讯 Apical Computation 光通讯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光通讯的概念 Apical Computation 第二个是它的技术趋势 第三个是市场的趋势 然后最后一个Compensation 我们这里做比较快速的 什么是通讯系统的形态呢 有一个传统的Traditional Wire Base 就是传统的电路 这个速度大概比较慢 用通过电的传输 电子比光子的运动速度要慢很多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电缆线 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一个什么ADS的那个速度什么 什么还是什么 那现在都采用光通讯的 然后Wireless Wireless无线通讯 然后第三个是Fiber Base Harticle Complication 光线的光线 光通讯 Fiber Base 光线Based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光通讯 所以它需要一个雷射 Freespace Laser Base Complication 所以光通讯里面你也用LED 那做长程的你需要比较大的功率 你要利用Laser Base Complication 然后第五个是逻辑的Biological Complication 所以我们看我们为什么需要光通讯呢 所以就是highest information capacity 所以可以看说我们需要的通讯 像容量越来越大 需要很高很高荣耀的一个通讯的荣耀 所以你可以传统的 传统的 traditional cohesion cable enables 2000 analog voice socket 所以你看传统只能 2000个 类比式的电路 声音的电路 所以你看传统 传统的 cohesion cable 只能2000个 然后光纤 光纤的速度很快 你看传统的244GB 10个GHz 还有这个40GB 你看 它可以到分别达到了37000个 数万6000 以及625000 Digical telephone connection 就是数位的电视 对不起 数位手机 所以你看现在手机通讯 你看现在台湾有2300万的人 假设每个人都有2300万支手机 你看要需要多少的通讯 每个人都随时在打电话 或是随时在上网 或是用LINE 你看随时都要做通讯 所以你的动量 都必须很大 你看你这边一按 对方马上收得到 马上卡得到 所以你需要的动量 必须很快 所以这么快 你必须利用这个 所谓的WDM的技术 WDM的技术 波厂分工 波厂切割的多工细 technology 这些technology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one pair of optical fiber can handle all the telephone calls around the world at one time 可以你看 一个Fiber可以3000支手机 你看这个数目多大 你看在台湾2300万的人 你只要一个光纤 一对光纤 one pair of optical fiber 一对光纤就可以了 所以它需要的量 也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真的很低 不是很低 它的容量很大 那它 用Fiber来做通讯 真的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可以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什么就是一个WDM的技术 所以为什么要用通讯呢 你看 Nuncessible to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就是 你只要光纤 在光纤里面做通讯 就不会产生这个Noise 不会受到这个噪音的干扰 Electromagnet Noise的干扰 就是 所以你看 Compress fiber Neomotors Transformer 或是Power Cable 你可以把这个光纤 放在这个马导旁边 放在这个变压器旁边 或在这个Power Cable 就是你供电的这个Cable里面 你不会受到干扰 就一般的电线 因为电磁干扰是很重要 就是 你在这个电 电线 一般的这个传统电线 你容易受到这个电磁干扰 那这个光通讯里面 就不会受到电磁干扰 那Large Distance Between Regenerators 就是你做长程的通讯 通讯里面 必须要再一步的再放大 所以你可以看 全地信用口 Echo cable require generation every 12km 传统的这个同轴电纜 需要再次放大 每12公里 就需要再次放大 那对光纤通讯呢 article fiber requires regeneration all application every 40km 120km 40到120km 所以你可以看说 现在容量真的是需求不上限 unlimited capacity increase uninstall fiber base 就是容量真的无穷劲的上限 无穷劲的增加 only need to upgrade equipment or on either end 每一端你的设备都一直到有提升了 所以你看像每个人的手机 随时都要用船内 或是看影片 或是听音乐 随时都是靠手机的 所以每个人用的都是容量都很大 像每个人现在用的 你看那个网络容量都是吃到饱了 就是没有上限吃到饱了 所以就是没有容量上限的 Excellent security 非常非常的安全性 for deep call to tap to tap就是 你把它 tap就是 去偷什么东西 偷什么机密的东西 所以 Security bridge 也easy to detect 就是安全单位很容易去侦测 就是你这个讯号原本是光载船 它都有固定的 那你一旦被偷什么讯号 它的一个power 你看正常power应该是多大 它的讯号应该是什么 突然有讯号不见 表示有人在窃取这个机密 所以很容易去侦测 然后你看 reduce weight and size 所以它可以减轻你的重量还有尺寸 因为这个fiber很轻 它是塑胶做的 真的很轻 而且像这个头发一样 好 所以你看它这个应用 它可以减轻 application bucket应用端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现在说 什么 什么都是internet 什么万物都是internet 所以 比如说你在家里 家里也是 也需要 那你看可以 你看万物相连 灯泡啊 微波炉啊 冰箱啊 然后这个 video 好 你看 你的这个 看你家里没有谁来 谁在人口 对讲机 这个是对讲机 好 这里都需要 需要圆关 就是 看有谁 有谁进来 对讲机 你看还有这个电视 网路电视 还有一个互动 互动 interactive toys 互动性的玩具 你看还有这个box 网路电视 网路internet box 网路的盒子 然后你看 远端的remote medical device 远端的医疗的连件 你看 那还有包什么 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系统 你看现在大楼都需要这个 通讯 通讯啊 大楼都要通讯 而且你看 大楼就是 100户 200户 加加户都需要通讯 所以你可以看说 有对讲机 你看 ip phone 对讲机 还有一个primera 你看这个安全系统 或cct 去照 照你们家里面的监控 然后还有这个工厂 工厂都也需要通过 就是网路监控 所以 所以你看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 看你的工厂的生产状态 也是什么 工厂到什么时候 就开始生产了 所以这个 所有的物品都相连 所以这个是万物相连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 就是 IoT 就是 互联网 就是 互联网 IA IoT O Internet IoT 就是万物相连 好 所以 那这个 最重要 光工厅最重要 就是光铅 光铅就是 高坤 或者诺贝尔物理奖 所以就是高坤 这个也是 台大电机的 从台大电机的 EA 然后到我们也是当教授 所以也是很有勇气 所以你看 光铅科技 串起的社会通讯 所以由玻璃制成的光铅 串起的社会通讯 现在光铅长度可以到地球 25000圈 你看说地球这里 你看整个地球 几乎都被光圈的卷起来 都已经pick捲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说 看早期的 类比讯号啊 你看在传输过程中增强 讯号在传输过程中 一直把它增强 然后树根光铅组成的光纜 你看这个很多光铅组成一个光纜 你看比一根头发还要洗 然后你看电话、电视啊 哪个节点 你怎么把它串起都通运 电脑啊 你看行动通讯啊 天线啊 卫星啊 这些所有都需要光通讯 还有无线通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通讯呢 是建构在光纤通讯 无线通讯是建构在光纤通讯上面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 这一座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说这是光纤的前面 光波导导件进入光纤 因为玻璃核心的折射率呢 大于覆盖力 所以光在玻璃之间不断的全反射 你看这玻璃 玻璃就是带这个核心的部分折射率比较高 所以它可以一直全反射 光都一直在进行全反射 光有一种特性啊 它喜欢朝着折射率比较高的戒指在做运动 所以你看它是在做折射率比较高的戒指在运动 所以每根光纤约为125个毫米 所以125个麦孔 核心部分直径为4个麦孔 一根头发一系 所以红外线是1.55麦孔的波长 可使光线讯号传输损少最少 所以普遍用于这个光纤的传输啊 所以你看1.55麦孔 跟1.3麦孔 这个是适用在光纤通讯上面的 所以你看这个Uptical Communication 这是一个光纤 你看光纤都是细细长长的 一条一条的光纤细细长长的 所以这个光纤细 你看这个光纤细 这个是进来 它就这个都Uptor 进来Uptor 这个是分光纤 1.2.3.4.5.5.5.7 进来然后就这边七条出去 下面这边也七条出去 你看光纤细 Apical Complication 就是一个DISOUS 一个DISOUS 你看它透过DISOUS光级 然后就打入在这个FICO里面 然后传输 传输到一段时间之后呢 会到另外一个detector 侦测器 所以这个是一个光纤细 非常基本的概念啊 其实 所以它的架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它的构造 它的架构很简单 可是它的里面的成分 它的转换 光电的转换 其实要利用到很多的一个光电的元件 一个led射 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看通讯的部分呢 下面是我们看一下 光通讯它到底它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你看我们的讯号 我们送的讯号 一定是电的讯号 所以你把电的讯号呢 转成光的讯号 然后再透过这个光源镭射 镭射把它打进来 或是led 你打到这个fiber里面 所以它就用光再传输 因为光最快的 然后光之后呢 你要光接收 code receiver 那你再把这个光接收呢 变成电 光转换成电 所以这个是电的部分 然后再去解码 解除它的一个讯号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通讯 就是 我们这种无线通讯呢 都是建构在光电通讯上面 所以你看这个是 我们无线 你看我们在这里用电 电是wifi 其实也是 无线通讯 你看wifi 我们通过手机 这是wifi 你看用电的部分 那wifi 其实就是已经 也是光的部分了 所以提早把 把这个电变成光 然后再一个接收 透过一个接收 再透过这个光纤 光纤去做一个传输 所以前面这个呢 前面已经通过wifi 但是也是光的部分 然后中间光纤的部分 也是光纤的部分 所以它速度很快 所以你看 它都用三乘以时的八四方 在做传递 它速度 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 upcode communic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sourced transformer transfer function 你的讯号传递 你的算 你到底要送什么讯号呢 比如说你在电脑上 如果是你在手机上面 你要传什么 你会先按 这个就是一个电的讯号 然后透过一个 讯号转乱的current signal driver current 讯号传递的current 然后呢 就会传递 透过这个fiber fiber里面 这个fiber 这个传递 然后接收 接收你看signal photon current 它在接收 就产生这个光电流 光电流 光电流就这时候 就变成光 变成电了 然后你再把电的讯号去解析 这边有一个detector transform function 就是detector 它就会把你的讯号接收起来 然后就产生这个讯号photon current 所以你看 它需要用到的这个source呢 它用到的source呢 比如说你可以用LED啊 或是laser diode 好 你看 这就要看你的通讯的需求啊 你到底是短程的通讯呢 或是用到你 好 短程的通讯 或者是用到这个长程的通讯 好就是 你看短程 像你这个geny asana 整个音 好 Gelin asana 好 Gelin asana 好 Gelin asana 就是大概是通讯的通讯 厂是0.9 0.9 0.9 micrometer 那Gelin asana 是0.8 micrometer 好 Indian Gelin asana fastby 好 是1.6 micrometer 好 然后会到这个fiber里面 好 光纤 好 所以它利用这个step index 好 这就是说 用这 它的折射率是 step 就是你的n1跟n2 好 n1就是你的code code跟你的gradient 你的核心 跟你的包固者之间的一个折射率的差 好 你可以用这两个有个step 就是差一个折射率 或是说它是gradient index 好 你的折射率变化是渐进的 好 或是你用dummel光纤 好 一般来讲会有single mode fiber 跟multi mode 那dummel光纤会比较好 就是它的能量都集中 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频谱 好 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dummel光纤 好 那还有一个fiber 有一个塑胶的plastic 好 或是place decorating layer 好 或是利用这个 这个都是fuse silica 这个都是光纤的材料 好 然后你要侦测器 你可以用prn 或是apt的 这个 这个 LED 或是雷射 好 那detector呢 你可以利用silicane detector 好 你看 它大概是借0.8 到1micron meter左右 好 那1.5mm 它的一个 detector 这个detector的这个波长呢 是1到1.6mm 好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发出多少的光 好 好 这个是发光 发出来的 好 你用侦测的 这个是接收的 detector 就是接收的 你可以用这两种 silicane detector 或是in边边阿斯奶 这种detector 好 那你中间如果走太远呢 你的讯号呢 不够强 好 你必须透过这个光放大 好 preamplify 好 你必须再一次放大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利用这些no impedance 然后是increting 啊 Transfer Transimput impedance 好 或是利用这个bipolar 或是你看FET 好 所以FET很重要 Fuel initiative transistor 电晶体 所以无论如果这个电晶体 各位一定 一定要把它弄走 你看你看台积电 他就建构在这个电晶体嘛 薄膜电晶体 然后TFT也是薄膜电晶体 很多都是电晶体 然后还有这个HVT 好 HAT 这个都是高频元件 FET 好 这些都是 Fuel Emission Transistor 好 厂发射 或厂销电晶体 好 所以这是一个光通穴的一个架构 好 好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看一下这个Ticco Spectrum Attribution 好 一般传统的 一般 就Ticco的 就是一般的一个平补的衰减 你看 它会有一个dose 会有一个衰减 就是你看 不同波长 你的衰减是怎么样 你看 你看从700到1600 好 它衰减 衰减越来越少 好 所以很可见呢 你看 这边有特别 特别这个吸收 好 吸收这里 特别这是水的吸收 啊 水汽的吸收 因为我们的光纤都放在海底面 有特别的吸收 那其中有这两个是最小的 你的dose是最小的 好 这边的dose 最小 1.3mg 或者是说呢 在1300个nm这里 或到另外一个呢 1.5个micron 或是1500个nm 这两个波段呢 1.3micron 跟1.5micron 都适合做这个光通讯 光通讯的波长 好 因为这里的损耗 损耗是最低的 所以适合来做光通讯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说呢 Tickle Drying呢 Fibre Process 好 就是怎么样去拉 拉这个 光纤 好 你看这是一个 Precisive Feet 你看这是一个玻璃啊 这是 玻璃是preform的 这个 这个是 其实它是 把 玻璃的材料 你看 玻璃加用之后 你慢慢让玻璃 这有一个玻璃预柱的 preform预柱的 玻璃预柱的 然后光纤在这里面 它有液体 好 慢慢的让它搭出来 搭出一条线出来 这边搭出一条线出来 好 这搭出来的过程呢 它必须去监测 监测你看 它是直径的监测 好 diameter monitoring 监测 监测完之后呢 看它的直径到底就不对 好 然后还加这个coating coating 就是把它做一个coating 好 然后你看 它要 如果没有做好呢 你必须用的 curing the equipment 好 才curing 或是 你稍微把它治疗一下 就是再稍微修饰一下 好 你看这个是一个 转动的转动轴 好 所以就把它卷起来 这个就收起来 卷起来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拉光线的 一个制造过程 好 所以这个拉光线 其实 其实这个是 不会很难的 这个是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好 好 所以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个是 simplify the optical network 好 就是一个简单的光学的网络 好 所以你看 你在通讯的时候呢 这个都有回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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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这边有很多这个雷射光 雷射光出来 好 雷射光出来 好 雷射光出来之后呢 你会把它雷射光 雷射光出来 它就是一个雷射光而已 连续性的雷射光 好 你 你必须把它加模 加上这个Mutubator 加超然它的讯号 好 就是编码 其实加讯号 加讯号 加不同的讯号 你看 有四个雷射 同时四个点 好 然后你看它把它编码 编成一个码 好 这个就合起来了 把很多的讯号 把这里的四个雷射的讯号 把它编在一起 编成一个讯号 好 这样我比较方便传输 好 你看就传出去 好 那走一段路之后呢 这个讯号又降落了 变得很小很小 降落之后很小 好 那你必须把它做一个Amplify 再把讯号放大 好 然后 到这个传一段时间之后 传一段距离之后呢 你到这个Uptical Switch 好 就光学的交换器 好 那你把不同的 不同 比如说你从这高大 大家都把讯号送到高达 好 在学校 在高达这个很多学生 然后做中学 好 他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计算器中心 好 然后再出去 出去就是有个交换器 要出去 出去出去 很多很多的讯号 你就要把它出去 出去 出去之后 你分出来之后 比如说你要到高雄的 或是 你要到台南 或台中 或是台北的 好 然后你走一段之后呢 好 你要把它Amplify 放大之后 好 然后再把它解码 解码 解码 就是你把它分出来 一二 刚刚四个 四个码 四个雷射发出来 四个码 好 然后你再把 这个讯号都太强了 所以你要把它衰减 Atenuator 衰减出来 衰减下去 然后会到达一个Receiver 接收端 去接收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光通讯的Network 光通讯的概念 一个网络的概念 好 所以你看这个市场的需求 Internet and mobile user want to access Internet Camera and serial camera 好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 网络啊 就是其实你的家用 或是你的手机的 user 都需要去接触 这些网络 好 你看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大家什么什么 都需要网络 万物相远 都需要网络 好 所以物联网 物联网 Internet on things 好 这个叫做IoT 所以这个英文是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做IoT Internet on things 网络在这个东西上面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物联网的概念 所以 透过配有感测器呢 软体呢 和其他技术的物联 互联物件跟设备呢 与其他设备传输呢 跟接收资料 你看都透过一个网络 这个每一个都有感测器软体 还有一个技术 那通过网络都一直一直连起来 好 那物联网的四大阶段 你看 所以截取资料 Sensor Capture Data 你要截取资料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截取资料 借由感测器呢 所以IoT设备呢 会截取所在环境的资料 简单的比如说温度啊 也有可能是即时影片传输 等复杂的资料 所以你看 你要收集资料 比如说你的监测 環保署都要监测 监测哪里 监测我们高雄 监测台南 监测台北的一个空气品质 到底怎么样 或是它的温度怎样 湿度怎样 都会监测 然后第二个就会共享资料 IoT设备会既有可用的 网路连线呢 透过公有云呢 或是私有云 提供这些资料 就是通过网路连线 像我们高大也有集中 他就是网路 那你在家里 家里你要自己去签 你要去 装网电视 或是迷迷的 网路公司自己去签 第三个 透过这个处理资料 实施 软体会根据自己一钻写的程式 根据这些资料 执行一些操作 譬如启动的风扇 或是发动警告 发出警告 你要把它做一个资料处理 然后根据资料 第四个根据资料行动 分析完IoT网路中 所有设备的连级资料之后 将可提供强大的动作资讯 以协定协助制定更务实的行动跟业务决策 所以就是你透过资料中心就知道说 既然全台湾供给品质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决策 Add on data 所以你可以看说这个 网路Fiber Optical Network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Local的 Local的 像我们南子地区 这也算是一个Local的 那大一点点 可能这种Metropolean 都会型的 像我们大高雄地区 所以我们包含南子 左营 古山 前镇 前京区 小港 这都是Metropolean 这是整个都会型的 所以你可以 它大概是2公里到200公里 这都是整个都会型的 所以我们到高雄可以算是一个都会 然后到一个长城的通讯 长城 长城的你看 200公里到10万公里 所以其实在台湾是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 南北大概三四百公里而已 三百多公里而已 算很 这个其实也是很小的 很小 那你看东浩 到欧美到美国到欧洲 这个才是一个长城的 所以那一般 一般你在短城的 像我们在这个 2公里以内 就是这个多模的 Metropole Fiber多模的 然后长城的就是这个 大于2公里 就是用Dummo的光纤 因为Dummo它的能量会比较 比较集中 可以传递的比较远 用Dummo的光纤 所以你可以看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Dummo的光纤 所以你可以看说 这是一个光纤的结构 里面这边有 光纤的核心 扣的部分 然后这是 外者就是Cladin Cladin的结构 包覆成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说 High Order Mode Cladin Cladin Generative Interference Noise 你看 比如说你把 一个讯号放在很多的模态里面 这个不同的模态之间 会造成这个 讯号会变得比较慢 而且会产生一些干扰 所以讯号跟讯号之间 光讯号跟光讯号之间 会产生这个干扰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看说 这个Data In Data 车送进来 那你透过这个Single Mode Fiber 你看 Single Mode Fiber 它的讯号还是蛮漂亮的 就是不会超太多 那你如果透过这个Multi Mode Fiber 它的讯号就有点点失真了 你看就变这个样子了 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 这个Dummo的光纤 Single Mode Fiber 会比这个Multi Mode Fiber 还要好一点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有一个在光纤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这个叫做Wave Plans Division Multiplex 这个叫做简称WDM 所以它是一个波涨分波多工 这个叫WDM的一个技术 所以你可以看说这里有很多的雷射 很多雷射 那你把讯号呢 集中在一个Prison 你就好像把它合在一起之后 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透过一个光纤把它输送 输送到另外一端 那你会把它接收嘛 所以Detector 这里 Detector 这里 会接收 所以你可以看说 比如说这里有不同 不同波厂的雷射 然后你不同波厂的接收器 所以你看 It is possible to use one fiber to simultaneously send different colors with different information 所以利用这个WDM的技术呢 你就有可能呢 你只要用一个fiber 那同时可以传送很多颜色的讯号 然后这不同的讯号 不同颜色代表说不同的资讯 就是很多个波厂 你不会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一起传出去 或者是代表说 很多个讯号呢 你可以同时集中一个fiber 把它传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 为什么你需要这一种技术呢 主要是说 more bandwidth per 9 of fiber 所以每一个fiber呢 它都需要更大的一个频宽 很大的一个频宽 就是bandwidth 频宽需求都非常大 bandwidth的需求很大 就是大家随时随地都在上网 都在传输东西啊 你对频宽的需求就很大 所以你的频宽越大代管 你可以传送 传输更多的一个讯号 所以这是wtm它的一个等义 就是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传输呢 传送更多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可以看说呢 点对点的 point to point 就是用一个全虚心 system 比如说你把一个坡场 把很多的讯号 分成很多个坡场 不同坡场 比如说这个雷射 雷射也有一些频宽啦 所以你可以看说 不同的雷射 就是你看不同的坡场 比如说 lambda 1 lambda 2 lambda 3 lambda 4 lambda 5 lambda 6 lambda 7 lambda 8 总共有8个坡场 那你透过这个wtm 就把它合成一个讯号 然后再到这个fiber里面 这个叫做一个erbindocked fiber amplifier 这种光纖非常特殊啊 这是叫这个参耳的放大器 参耳的放大器 就是每走一段时间呢 每走一段时间里 透过一个参耳的放大器 走一段时间你就把它放大讯号字 变耳你就放大 走一段时间 讯号变耳你又把它放大 走一段时间变耳你又把它放大 走到另外一个就是一个wtm 你又把它wtm又把它解开 就把不同讯号把它解开 你看 刚刚的lambda 1 lambda 2 lambda 3 lambda 4 lambda 5 lambda 6 lambda 8 lambda 7 lambda 8 你就把它分开 然后再去接收 然后再去接收 所以它的优点呢 就是同时可以传送很多的讯号 同时也可以接收很多的讯号 所以这种技术呢 对这个框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说这是一个ipont 这是一个机体的一个integrated network 所以你可以看不同地区 你看这个是一个地区型的regional network 你看这边有 Nut A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地区型的网路 Nut B 一个Nut C 那个ABCD 那ABCD也不同 不同区域都是一个ABCD 所以它都透过一个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 就是otm 来传输 所以看一下 recalculation can calculate on an OTN consistent transparent domain 就是一个透明的区域 然后combine the IP package forwarding and the OTN routine 所以你要结合这个ip 很重要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ip 这个ip就相当一个柱子 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柱子 也就是这个ip代表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你的 你这个数字从哪边出去的 所以你看你任何发一个讯号 每个电脑其实都有一个因子的ip 就是你通讯的时候 就是当你输入 你在学校你又输入账号密码 其实它就便宜一个ip了 你的ip是多少 你谁在用 所以现在你在 其实你在网路什么论坛 去讲什么话 讲什么话 其实你查ip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了 就是 其实你不要以为是匿名了 查不到 其实这个是 要查这个ip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 好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 都以为在网路上这样发言 都没有关系 其实那个ip都可以追得到 谁到底是谁发言的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看articonic work in metropolitan area 就是光学 光学网路 在都会型的 你看这个都会型的 每个地方都一个 都是 你看像我们高雄 你可以分高雄 男子啊 左营 还有古山 这个透明分 然后见过整个的 大高雄地区的一个通讯网路 一个都会的网路 好 所以你看 这个assess 这是很久以前的 你看这些都是 都是 这是早期的 早期的你看 可以透过这个什么 coation cable 同轴电缆 然后你看最新的是 透过fiber fiber的 article fiber的 你看 然后进的 就透过这 wireless 跟radio 你看它就 couple pair 就是 同的 同的 网路 这个又更早了 这是2002 这里进步到这个 这个wireless 这是20年前的东西 我们快看一下 然后你的技术的趋势 所以将来用的 就是有可能用到 是optical interconnection 光学的 所以就在电脑里面 都是光学的运转 板子 每个板子都是 板子跟板子之间 都透过这个光学的运转 那每一个这个晶片呢 以后就变成这个 光子晶片 就是光晶片 这个晶片 这个晶片不再是 电在走的 不是在电子在走的 是光的晶片 所以光子在走的 那这个光的速度 会比电的速度 电子运动的速度 要快很多 所以这个运输以后 就会变成所谓的光脑 以后不再叫电脑 就是变成光脑 所以这个速度很快 那这个都已经 现在已经都有在这个 试验阶段 都有类似的产品了 简单的产品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光学的 光学 interconnection 这都是透过光 跟光传输的 你看 这是光纤的元件 就是 Transmission 传递跟接收的 Transceiver跟Transponder 这些的 这个都看一看了 然后这个需求越来越大 好 你看这个WDM技术 这个在 20年前 就是我才念 学生时代 这个WDM技术 那时候光红讯 非常红 所以WDM技术也非常红 所以很多人都要去开公司 去做光红讯 这些都看一看就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好 然后我这边讲一下 这边比较重要 剩几天中 我介绍一下什么 是5G 5G是第五代 流动通信技术 这里的G呢 代表是Generation的意思 也就是说 第几代 第几代 所以那5G有什么特性呢 就是高速度 所以根据 通讯分析机构呢 OpenSignal 研究5G每秒可以达到 500MB左右的下载速度 所以这很怪啦 比4G快上10倍 而且5G可以如此快速呢 远传电信网路规划 以维护的这个经理指出呢 在台湾4G 最高频率的频段设置在2.6G 那5G可以到3G以上 然后第二个特性呢 是低磁眼 所以 低磁眼的特性是通讯的回应时间 那5G来的解释呢 5G的回应时间为1毫秒 毫秒就一个mini second 所以你看它的很短 就是4G的1分之1 这得要靠装置 跟基地台之间的通讯方式的改进 所以 官网的装置跟基地台在攀讯前呢 先需交涉多次才能传递讯息 但现在的技术则能精简的交涉过程 所以是它的detail很慢 只有detail比4G呢 5G比4G呢 快了快十分之一 第三个特性是多连结 所以在这个5G通讯 这本研究里 这本报告里面指出 4G时候呢 一个机器台 能连接100台左右的末端装置 那5G呢 可以连接上万台啊 所以你看 为什么台湾一直要发展5G呢 同时可以给1万个人来连线啊 因为 你看现在的 需求 每个人的频关需求都很高很大 因为技术更新可以切割 分不同的装置的通讯属性 所以 那不需要 不时之需的通讯的装置 可以连到很多的基地台上面去 好 那什么是平宽呢 好 你看 这边有两个图啊 可以解释窄屏跟宽屏 所以你看窄屏的 你看这个道路很窄 对 只能给少数人 来走 走这一条路 宽屏 宽屏干 这个道路就很宽 非常宽 那同时很多人 在这个道路上走 所以这边有提到呢 平宽越窄呢 一次只能给少数人过 好 只能通过这个 低速通讯 好 平宽越窄呢 一次可以多数人通过 好 而且可以高速通讯 好 你看 就这个道路很宽 而且很多人在走 就是 没有那么急啊 所以既然没有那么急 大家都可以走很快 好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通讯的服务 从以前1G 2G 3G 到现在4G 到5G了 所以你看2020年 这个是5G的 这些技术 好 所以现在都已经全面的智能 智能了 好 所以它的频率 可以到30G 到300GHz 啊 好 速度 速度很快 你看 速度是10个 10PLUS的G 好 好 你看一下4G的通讯 4G的概念大概是这样 5G就好多很多很多小小的机器台 同时在运作 好 所以可以超 100到1万人 超 超 100倍 好 这个真的是超的速度真的是很大 好 好 所以这是5G的应用 其实就是万物相连 什么什么都通过这个网络 那平关 平关的需求也是非常大 好 好 你看市场的趋势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资料都比较旧了 好 然后我们最后这边做一个结论啦 就是在矿动运这里 我们的优势呢 企业创新的精神 然后生产跟操作跟维护人员 然后 也是就是 专门的研究机构 专门的研究人 稍微少一点点 然后机位 国家基础建设 一直需求 像我们5G通讯 5G业通讯就非常大 多元的需求 然后威胁 就是这个规格 产类技术 跟规格的规范 然后需求量大的市场 其实这个规格 以台湾来讲 规格大概 不太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规格都是这些 大国家在市地园 所以可能 用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好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 我们这一个小时 就介绍了矿通讯 OK 好 所以我们的现象课程 就大致先到这里 就我的部分 就到这里 了